上個禮拜的重點要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是第11次上課 現在已經12次 然後還有兩次就結束了 我們主軸基本上就是利用CharGPT 或者是其他AI的其他平台 當然這個可能你們自己在延伸去學習 然後自動幫我們產生Excel的公式 當然公式其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所以你用不同平台 甚至你問CharGPT不同的時間 或者你描述的方式不一樣的話 說產生出來的公式也會不一樣 至於哪一個是最好的 我覺得你們自己多方嘗試 不過老實講 其實能夠解決問題就好了 所以管他哪一種公式 反正問題可以解決 說真的已經就很厲害了 甚至你要把VBA寫出來的話 VBA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也寫了又更進一步 不是只有按按鈕 有沒有我們有個下拉清單 當這個下拉清單有沒有 觸發的時候 它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應該還有印象吧 上一半那個有沒有這個 其實這個也是一般人最需要的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booking ID 自動幫我帶出後面的這五個欄位的資料有沒有 那以往如果你不會這個的話 那很麻煩 有沒有 你每次都要一個ID 然後自己又要去找那個資料把它call過來 或是你用V環數去查 其實V環數也不會很複雜 可是就是很多一個動作 而且如果你有新的資料 那你又要再一次 這很浪費時間 所以上個禮拜主軸就是 我教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預先把公式填到背後有沒有 然後但是你要填在背後面來說你這個整個填公式用if判斷 如果判斷假設這邊不是空的 那就把公式把資料帶過來 反正這邊是空的那這邊也是空的 那另外一個方法我覺得比較推薦 用那個VBA 那至於怎麼寫 上禮拜有講到 OK 那不是按按鈕 之前是按一個按鈕之後自動幫你 比如說像之前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我們 這個批次的按下去 自動帶過來 這邊有清楚嗎 那如果假設你不是要批次的 而是說你希望當這個下拉清單 自己找到一個ID之後的話 OK 比如找到這個ID 點它之後的話呢 自動把資料帶出來 那上禮拜就講這個 自動帶出來 那當然啦 以前要寫這個VBA 真的是很麻煩很複雜 不過喔 如果你會用Trally V 這個是Trally V幫我們產生的 有沒有 寫完之後呢 那就自動貼上了 不過貼的時候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你要貼對地方喔 這個程式因為不是按鈕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程式貼到模組裡面 之前如果假設按鈕你可以貼 但是如果假設是 我們剛剛下拉清單 自動去帶出資料的話 那記得喔你要先找到什麼呢 找到它的工作表的名稱 並且找到它對應到的那個物件 比如這個叫bill list有沒有 那你要找到這個裡面有沒有工作表叫bill list 有嗎 所以這個指的就是這個物件 那當它怎麼樣呢 下拉就是它會檢查什麼 檢查裡面有沒有變化 如果這個工作表裡面資料 假設有變化的話 那就做那件事 所以喔記得程式要寫在這個裡面 點兩下 有沒有 寫在這裡喔 不然你寫錯地方 因為這位同學喔 就把程式什麼 把這一段寫在module裡面 一按下去發現不會動 然後一直問老師為什麼不會動 我說你寫錯地方 就這樣而已啦 OK 所以你只要不要寫錯地方 它就會 它就會觸發了 OK 這很重要喔 這上禮拜講的 但是 有點麻煩喔 是蠻複雜的 你看光這些程式喔 自己寫都很困難 OK 那你只要貼上 另外好像我們有修正過之後有沒有 當這個變空的喔 它自動把資料 不是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發現 這邊也會自動把它清空 那這個好像我們是第二輪才把它寫上去的 它後來好像 就幫我加了這個啦 加了這個判斷 如果你清除的那個有沒有 它其實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如果 if 那isempty就是一個函數 去判斷什麼呢 判斷說你這個target value 指的是說 你目前的這個資料喔 如果假設是空的 isempty就是一個函數 檢查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 b到f欄的資料 把它清空 清空裡面它用一個方法 叫clear content 我好像講過喔 其實你不用clear content 你也可以換個方法 點clear content 現在其實等同於這樣子啊 有沒有 就是把裡面變成空的 我印象中這樣應該也OK 所以如果把 點clear content 改成這樣 我試試看喔 OK delete掉 可以有沒有 所以喔 剛剛本來是點clear content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等於空的 還記得吧 我們寫清楚 就是這樣 等於是把那個 這個雙引號其實是沒有資料 把沒有資料放進去清空的意思 OK 好啦大概是這樣 因為這上禮拜有講到啦 至於細節喔 如果你 你還是不太清楚喔 那你就自己再把上禮拜的東西 再看過 OK 所以上禮拜第一個重點喔 那第二個重點的話呢 就是我們 針對那個 範例喔 叫人士芬蘭 那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我希望呢 能夠把 B欄的這個 縱向的資料 1234 換成橫向之 1234 有沒有 縱向 改成橫向 這個我想也還蠻常會用到的 就是你的資料剛好就一直往下放 因為習慣就是一直往下放 可是問題是這個一直往下放 那這樣沒辦法分軟 分開嘛 所以我就希望1234 縱向 變成1234 那底下這邊也是1234 再換放到這邊 一直在推 然後第二個需求是說呢 把貿號前面的資料清掉 有沒有 就是留下這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時間嘛 然後姓名 功耗 有沒有 就這樣 兩個重點 一個是 縱向改為橫向 而且橫向的話 要四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貿號前面的資料清掉 那以往 如果說真的 你假設不會用 Charge B幫你產生公式的話 那真的很麻煩 這光要做 當然有人說 老師我每天都是複製貼帳 有沒有 一定有 我看蠻多人都這樣 因為你不知道 原來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問題是你這樣做 做很累吧 OK 而且如果假設每天都做非常大量的資料的處理的話 那你真的會累死 所以你要找出他的規則 然後利用Charge B幫我把 規則背後的公式有沒有 給寫出來 所以上禮拜好像他寫出來的公式 就這麼長一串 所以這是他幫我們寫出來的 這已經是非人 非人類可以寫出來的公式的長度了 有沒有 至於背後怎麼樣 我是覺得你有時間你在研究 如果你沒時間 或是說 你假設沒有興趣 沒關係 反正問題解決優先 我覺得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 真的都喜歡追求 這個什麼 一定要 完全 打破砂鍋問到底 那精神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有 好像那個什麼求資欲 我發現 因為我雖然是還蠻有求資欲的人 但是我後來發現 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 慢慢我發現 反正問題可以解決為優先 至於裡面這些 這已經用到這麼多函數 那接下來的話 今天 我是建議將來如果說你的公式太攏藏的話 有沒有像這麼複雜的公式 我都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轉成VBA 為什麼 因為VBA至少 處理複雜的事情 是他的專長 那 可是公式要處理複雜的事情 反而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光假設裡面發生一個錯誤 你要除錯 找出錯誤 這個就非常非常 因為上面你說哪裡會出錯 對不對 比如說哪個東西 把它delete掉 我少一個什麼東西 你光看 投影腦的 像這個刮虎 有很多人 少一個刮虎 你會幫你打勾 他馬上就出現了 然後 不過 像刮虎 我發現 新的版本還蠻出 他會幫你修正 自動找出說 你少一個刮虎 這個可以自動修正 但是有一些不是刮虎 像鬥點 或者像什麼 裡面某個符號 做錯 真是 太麻煩了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個還蠻聰明的 那今天的話 我希望 假設 把他修正 這個還蠻聰明的 那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不要用這個公式 幫我改成VBA看看 那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能夠把這一串公式 轉成VBA VBA 然後VBA的話 最好是兩個按鈕 之前我們做很多類似的 他可以放旁邊 有沒有 這也許名稱叫芬蘭 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它 抓過來 另外一個按鈕的話 就清除 這個應該 有印象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件事完成 那當然最簡單的 如果你 前面已經問過了 那Challby你就下面跟他講 請幫我轉成 VBA的SAP程式 你會發現他蠻厲害的 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我記得好像我 上禮拜這個已經 放在雲端上面了 所以這個雲端上面的話 雲端白板 OK 雲端白板 應該都知道位置了 就是自己在花時間複習一下 那理論上這個 這個影片都會在上面 不過 客後 不保證這個永遠 影片都會在 OK 所以你要 複習的話 可能要 抓一個時間 不然的話 因為這個是YouTube上面的一個資源 可能他如果有異動的話 也許影片 說不定就會有一些改變 OK 好啦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這個 講的325 所以你們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 在範例檔裡面的檢視與參照 第五個單元 的這個325人士芬蘭這一題 把它打開 那上個禮拜就是 產生這個公式 這公式的話雲端白板上面應該有 雲端白板的 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325人士芬蘭 這邊其實上禮拜東西都有 然後這個 前面其實會有一些敘述啦 甚至我用到的 TrackGPT的對話 我都有把它放在這上面 你都可以直接看 OK 如果那個 TrackGPT上面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按摩 您用 х 兩間 有 ale